我们现在看中时期的第八题 由第八题开始全部都是精维度的问题 第八题是帕纳玛城 9度北纬 帕纳玛 9度 然后去多伦多 多伦多 43度 从这边去43度 45分 所以它的差 维度差是这个Cita 我用Cita代替 这个是侧面图 因为它的吸睛 其实是有30分 没有影响的 所以你把它变成一个侧面图来看 所以Cita 有图中 要画图的 Cita 43度 减掉9分 减掉9度 34度 45分 所以 从 帕纳玛 至 托伦多的距离 3 34度 60分 就是60海里 再加45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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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加45 加4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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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属于大圆 这个是 这个大圆 金线 在金线上跑动 在哪个金线 79度30分 锡金 我们看第九 东京与阿特来的 同一个金线上 又是侧面图 同一个金线都是侧面 从旁边看过去 两地围度分别是 北纬35度 至南纬35度 北纬35度 假设在这边 南纬35度 也是大看 TOKYO是在 北部 T 阿特来的在南部 南纬35度 所以这个是35度 这是北纬35度 45分 所以要找 这两个城市沿着金线 所以这条金线 沿着这条金线 整条金线 所以TA的距离 TA的距离 加35度 35度 35度 45分 加35度 这个是Ta的维度 维度差 加起来 所以Ta的距离 就加起来多少 70度45分 所以是70乘60加45海里 4245海里 以海里公里 公里的话就4245 一海里等于1.853公里 这个乘出来多少 乘出来 4245乘1.853 7865.99公里 最重点是你要会把它加起来 把它转换成分 第四题 一飞机沿着车到飞行2000海里 求出发第一目的地的精度 精度差 它没有讲哪里嘛 对不对 那你就随便画一个 大家从这边 到这边 2000它只是讲这样子吧 所以这个是平面图 所以不同时候画不同的图了 就有两种 从北极看下去的 你看 这是从北极看下去的 从南极看也是那样 北极就是N那边看下去 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写清楚 这个是NOS O在中间嘛 但是我们通常写O就好了嘛 写O在这个地球的重点 可以这个角度差 我们要找这个角度差 它是讲从开始 这个开始 讲从A点到B点 它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跑的嘛 在哪里都可以 它告诉你这个范围 2000海里 这样 所以这个是大碗找的 或者你可以用脚 可以用脚 AOB也可以 设计 你可以设计它为CTA 就比较好做嘛 所以这个进度差 马上就可以找了 CTA会等于2000 除以 60 因为2000分除以60分 等于角度 这个除出来是33度 20分 小数点换 小数点换 这个小数点是除出来 你看 跌掉 跌掉 33 所以是33.33度 然后0.33乘60 换成分嘛 19.8度 19.8度 只有20分 这是因为这样来的 OK 你用计算机就不用这样算 第11 第11 又是一个平面图 因为它北纬四十度 所以这个红色的线 红色的圆圈是北纬四十度 北级看一下漆 这个偶尾的 从北级看下去 纬度已经有了 纬度是四十度 红色是四十度 测道是青色那个 金度差是二十度 随便画 它没有讲哪里嘛 随便画 二十度 大概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第七 角度是X Y 七到側到这边就是 AB 最大的AB AB比XY大嘛 对不对 以海里表示 然后这个角度是二十度 平面图 你可以画在任何一个地方 差二十度就是了 所以我们要找 这个弧长 以海里表示 这个弧长根据公式 一定要知道这个公式 大的 乘以cos维度 乘这个 就可以了 所以你画的图 你看就懂了 AB可以找 AB是二十度 它的二十度 六十分 一分一海里 cos45度 更好二除二 这是六百 更好二 一点四 一点四一四二乘六百 更好二 更好二乘六百 所以四十分之一 八四八点五三 海里 画图 画的图就容易看 所以你发现到你一定要画平面 侧面 从旁边看过去地球 从上面看地球 你如果不会画平面图 你去看我一个视频 叫做观察地球 城市在地球上的位置 经纬度 你把地球压扁下来看 和把地球转去侧面 都看得到 这两个图 另外一题 XY两地同在北尾 北尾就红色的 这也是平面图 从上面看下去 中心在这边 我们的精度分别是东京 这个他也给了 东京我就画一个植物线 植物线是零度吗 这是植物线来的 植物线 植物的金线 从北极看下来 所以这个范围 他们同在北尾20度 他们的精度分别是 东京45 一个是在45 所以这个是45度 一个是在80度 还没到90度 还没到90度 大概是这个 40度 东京 OK 一个45度 一个80度 去XY两地沿着尾线的距离 也是一样找这个 对不对 这是尾线 XY 测到上面大的 放A、B 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做 它们的精度差 它们的精度差 在那个尾线的距离 在那个尾线上的距离 以海里表示 根据那个 这个是测到的 所以是Cosin 20度 A、B可以找 35度 乘6 乘6 再乘Cosin 20 所以 35 乘6 乘6 再乘Cosin 20 1973.35 海里 海里 如果你要换公里 就乘1.853 1.853公里 全部都是用这个公式 注意到吗 如果有一个纬度的距离 你一定要借用测到 借用测到 借用测到A、B 这个距离 很容易做嘛 A、B 就是它的 精差乘60 然后再乘一个维度的Cosin 角度 这个公式推导 已经在 在上面的 笔记里面有这样子 OK 13 一个飞机有车到A45度 东京45度 到B20度 OK 所以你要画 植物线 随便 植物线 这是植物线 零度啊 植物线 东京42度 东京42度 A一点 到B一点 东京20度 所以你要懂 懂它几 这个是20度 这个是45度 42度 这是A 这是B 这是平面图 从北极圈看下来 再往北 可以再次到这边 东京 假设用这个 这是B在前面 从侧面看过去 A在这边 这是圆圈 所以这个是侧面图 再往北 行到 30度 北尾 C 在B的上面 在B的上面 北尾30度 求持飞机全程的飞行距离 所以 AB的距离 全程 全程的距离 AB这个距离 加上BC的距离 全部是大圆圈 全部是大圆圈来的 AB的 AB的 那个 金差是42 42度 减20度 乘60 海力 加BC的海力 是30度 乘60 就这样子 22 1320 加1800 3120 3120 海力